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领奖旧照曝光,正面照无人关心,侧面照引起热议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是一位360度死角美帝女明星 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录制节目 她所拍摄的照片都能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不过,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曝光,迪丽热巴拍摄的正面照无人关心 而迪丽热巴拍摄的侧面照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月9日,有一位娱乐博主在个人社交账号中更新了一条动态 晒出了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并配闻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 穿低领吊带裙华丽又高贵,正面照平平无奇 侧面照美如山水化,感觉迪丽热巴的美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 该娱乐博主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也随之在网上走红了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来看 这应该是迪丽热巴两年前领奖的旧照,时隔两年 再看这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依然觉得赏心悦目 尤其是迪丽热巴的造型,看起来依然很洋气 仿佛这就是昨天举行的颁奖典礼 迪丽热巴穿着一件白色的低领吊带裙,搭配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 纯白色的穿衣搭配显得迪丽热巴格外高贵 银色项链和红色唇彩相得一张,大大提升了迪丽热巴的精致感 从迪丽热巴的正面照来看,迪丽热巴的正面照确实少了一点味道 这也难怪晒照的娱乐博主会认为迪丽热巴的正面照平平无奇 从迪丽热巴的侧身照来看,美感就截然不同了 迪丽热巴的侧身曲线很美,甚至可以用身姿曼妙来形容迪丽热巴的侧身曲线了 另外,迪丽热巴的笑容很有亲和力,像极了林家小妹,令人有心动的感觉 这一组迪丽热巴领奖的旧照在网上走红以后,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侧面照真美,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侧面照适合做壁纸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表示迪丽热巴的美全靠身材撑着,很显然,迪丽热巴的侧面照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可否认,迪丽热巴领奖时拍摄的侧面照确实很美,尤其是她的身材,简直羡煞旁人 不过,我个人觉得,说迪丽热巴的美全靠身材撑着有点太片面了 你们觉得迪丽热巴的美全靠身材撑着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